然後今天要講的就是我去香港8天7夜的新的分享 那首先就是先讓大家看一下我這8天的行事 那其實你們出到就是第一天就是11月4號就是 Summit年會完隔天我就飛下港 早上就飛下港 然後其實大部分時間我都出往腳 那為什麼我本來打算就是金鐘要出隔兩三天 但是我覺得後來其實金鐘只住一天 那回去的原因是我覺得旺角跟金鐘的那個環境 我比較喜歡旺角就是 畢竟他是在鬧區比較人為 金鐘反而就是有點太安靜了 如果你要拿一個比喻來說的話就比較像是那時候318一場內跟一場外 就是如果你要這樣比喻的話 所以我就不習慣那個氛圍 比較習慣就是你知道要衝足嗎 肌肉運動 所以我還是住一天我就趕快回來 我還是繼續住旺角 那禮拜六這天的行程比較豐富 那等一下會後面再講 那禮拜那個周三下面這個是剛好 因為我們去 我去香港前有請那個CoreHK的人幫我聯絡 說學聯或者是香港獨立媒體聯絡一下 那就剛好通告他們在一個地方辦的那個視覺化的握校 那我上去講一下去令別人一些發展跟目前的狀況 這樣子 那這是香港的地鐵 那我先講一下就是 這是我去的地方 就是主要其實這次香港上就是這三個地方 旺角、金鐘、鴻門灣 那香港的地鐵實在是非常的貴 只要你知道貴一個韓那個價格大概就是 就是台灣的好幾倍 對然後下面這個是其他我有去的地方 那其實都其實這次去都沒有什麼玩到 大部分都是在趕場啊 或者是去其他地方的Social這樣子 那 這是我 因為要先講的是旺角 那 旺角 我要先講一下剛才那個前面那個行程那個部分 對 因為我去的時候剛好是遇到那個APEC年會的時候 我們想說我去的時間會不會太剛好 我不會 梁振英回來就發生什麼事 那其實真的是 就是 就是我到了第四天 白天的時候就是有傳聞說要清場 雖然每天去都跟我說我每天可能會清場之類的 但是 早上那就是有的跑過來說 警察來了警察來了 然後 然後其實只是警察去換班而已 並沒有什麼事情 但是我們每天晚上就是 香港的朋友跟我講說 每天晚上就是你要把所有的行李準備好 因為我是帶著一個行李去上去 所以我最邀請會把行李跟行李全部準備好一方 就是萬一發生事情的時候 可以拿著行李直接到上面準備這樣子 旺角這邊講一下 現在其實肉已經清掉了嘛 這是旺角 那 上面這一塊是人比較多的地方 那也是 最容易發生衝突的地方 就是 就是在葛蘭世代 或是他們是真的花了錢 騎一些人來鬧場 我們有朋友有當場聽到 他有聽到說錢還沒有付啊 我欠了兩陣子的錢還沒有還啊 這樣子 對 那下面這一塊就比較空一點 那我是住在這個 這一棟 購物商場的前面 那這是我住的帳篷 這個是公有的 帳篷 這是公有的 然後 然後其實下面是鋪地墊 然後再鋪 雨果紙 然後再鋪一個地 再鋪這一塊 然後棉被啊 整個都是跟物資在拿的 對 然後就是這樣子睡 然後右邊陣章是我看出去的畫面 那你們可以看到就是 除了前面這一塊 是 就是其實就是 就是一般行人可以走 比方旁邊有一塊 所以這裡就造就就是 蠻 蠻多人會看我這邊的 然後下面這個講一下就是 講一下一些那邊的事情 就是 左上角陣章是關帝廟 對 那邊有關帝廟 那 旺角神經被親過一次 那後來他們又把 在第一次被親的時候 被破壞掉 然後後來又回來 然後這次 這次最終清場有 那個廟都還在 就不用擔心 對 然後右邊這張是 右上角這張是 他們的讀書區 然後還有那個漫畫 然後 右下角這張是 有個畫家 就是我去的最後一碗 他們都會畫畫 他最後在 金鐘清場的時候 他有在現場畫的 畫了一幅畫 然後我這邊講的是金鐘 那 左邊這張是打氣機 等一下會講 那 還有這個牆 然後 那邊這個是 就是從另外一邊 拍的畫面 我大概住在 我是 我去金鐘住一天 那我住的是 他們那邊出租的帳篷 然後我是住在 大概這個地方的下來一點點 對 只住一天 然後這是現場幾個畫面 那這個就是 比如說這就是 每次他們 他們每天晚上八點都會有 都會 民眾都可以上台講 就是一個人三到五分鐘 然後 九點開始就是 他們學年人就會上去講一些事情 宣達一些事項之類的 那 原本這個就是 他們現在已經叫民主廣場了 Google地圖上都會這樣寫了 對 然後這個是旁邊的 旁邊的 背板 然後這個是洗澡的地方 我在 我在旺角的話 我是走路去 去附近的那個體育館洗澡 對 然後 剛好 在金鐘剛好那時候 天氣比較好 所以我就到 這是 他們架設的 那個是 旁邊這才是發電機 你要在那邊拉 拉熱的時候才有水 但是還是冷的 對 還要認天氣很好 不然我大概會有點冷死這樣子 然後 因為金鐘比較多的 比較多的大概就是藝術品 對 比如說有 這個應該大家看過吧 還有機器人 然後還有這些石膠 然後這個比較好玩 這個叫雞蛋與膏橋 然後 通過萬用其實我只有去大概 一兩個小時而已 當然 因為他們那邊大概五十幾個人 然後他們五十幾個人 互相都認識 然後那邊你看不到學人 你看不到其他的團體在那邊 呃 駐紮在那邊 那 他們那邊當然還是會有一些人去亂 當然他那邊就是 就是自己過自己的生活 那我 那我這次去的目的本來是想說就是 因為我事前聽到的 聽 呃 接收到的訊 呃 希望我去做的話是 裁判記者 那 沒想到就是 收到很多知道媒體的影片 對 因為那個位置 我在忘記住的位置實在太好了 就是 很多人都會過來 都會過來 跟我聊天 然後 通常地區報道跟我都 跟我講粵語 都是我台灣來的 然後就會非常的 就會有 呃 大部分人都會先 都會就 哦 不好意思然後走 然後其實很多媒體也問了一下跟我聊天 那 有幾個比較好玩 今天是大城報 大城報那個他們問的 問的問題都非常的 不客觀 就是 特別針對 就是聖學生學聯 就問我說你對學聯的該想怎樣啊 是不是他們做的什麼不好 跟台灣比什麼之類的 對 然後上映電台是 我零聖三點被上映電台賭賣訪問 因為他們的班是 他們的班是 晚上11點到早上8點 他們有兩個輪班 對 所以我還被他們電台問到好幾次過 那 美連勝 然後下面這個比較好玩 這是德國民報的記者 對 據說他有跟馬鐘頭握過手 對 然後 我忘記跟他人家小心點 對 然後這個比較好玩 這是我去 我去那個 我去金鐘 等學聯的人的時候 剛好被蘋果記得不到 然後就 被 就上了幾次新聞 然後我隔天回 回望角大家都說 欸你上蘋果了 我說怎麼大家都知道 對 就覺得蠻誇張的 然後原本這個是 他們 另外一個 團體做的專法 這樣子 然後我要講一下 第六天比較好玩 就是八天團 這是 conference 對 這真的只是抽象 然後這個是 就是他們頒各種獎項的 然後這個是 創作分享展 對 那這是 八十七就是指那一天 他們佔領中環 丟了八十七顆 吹捏彈 對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 這是三個參加大會 其中一個 然後這個是 戰鬥打氣機 對 然後除了 然後我最後要講就是 這個 這個是我 正常女神中 綠道最意外的人 這個就是 曾建超 就是那個 那時候在香港 戰盡中的時候 被拖到角落去打的 那六位 六位警察打 拖到角落去那一位 對 那分享到這邊 那謝謝